哇,他真是好力量感受的,我都很能力了 我每个都会说话,我会走路 家人们,咱就是说赵金麦与男性也太有CP感了吧 先用赖冠林白金婷,金幼永林燕,不急不慌 今天我们就细细盘来 自从张子峰妹妹被爆出恋想 不少网友都表示,我就只剩赵金麦这一个妹妹了 那么想必妹妹的新电影,大家不会不去捧场吧 毕竟,妹妹与林依的这种氛围感实在是抗拒不了呀 难道四孝福的缘故,怎么一出声就已经沦向了呢 不过,要说我最喜欢的,还得是妹妹与林依打打闹闹的片段 两人像小学生一样斗嘴也是没谁了 看来此张单纯的妹妹输给了会哭的绿场林依呀 不过,这也让麦麦逮到了新机会 于是,她就像比自己大两岁的林依索要压碎强 看得出麦麦私底下也是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 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么温柔可爱的女孩子竟是东北纳嘎拉里的 她也曾凭借异己之力带弯整个剧组 除了林依,麦麦与白金亭的CP前一阵更是被吵上了天 不过,白金亭可是比麦麦整整大了9岁 这感觉一下就从林依和麦麦的小学生互怼CP变成了白金亭与麦麦的兄妹CP 不过你知道吗,麦麦的荧幕出文可是在开端里给了白败的 没想到吧 你好,我叫肖和元,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我愿意 距离正经球外,据外小白却喜欢时不时的装弄麦麦 换了淡血的装校片麦麦是自己用刀划的 见麦麦太累,自己扮作仆人擦板凳 当然,两人也会偶尔像小学生一样半两聚嘴 怎么说呢,也许是狼才女貌的缘故 又或许是受剧情影响 这俩人真的是莫名的很般配 怪不得不少网友都表示 妹妹当然可以恋爱,不过希望是白金亭 可能在小白眼里,麦麦与其他女演员也是有先许不同的吧 就连在拍戏时,小白也不止一次说过 赵金麦是她最大的黑粉 我最大黑粉 这对兄妹反扎C片,你锁了吗? 不过要说麦麦拍过最甜的鞋 还得是她与赖冠玲主演的初恋那件小事 拍戏时的麦麦只有17岁,而赖冠玲只有18岁 这两人当时可是连拍错位吻戏都害羞得不知所措 但是成片一说,真的是让人忍不住地想到了自己初恋的影子 篮球场教练,揣刀式牵手,图书馆一俩 是问哪一个不甜到发吼呢? 可能就是因为麦麦合作了这么多优质男性的原样 导致让人一看她就有一种特殊的CP感光环 不过这样可可爱的妹妹谁会不爱呢?